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的仪式感多强 最近的天天向上节目节目中已经没有了王一博 以往大家熟悉的天天兄弟阵容中只剩下汪涵一个人了 接盘的还有一些年轻的主持人 王一博离开节目之前也有很多的预兆 比如他在节目中的镜头越来越少 他在节目中已经被调整为嘉宾身份 他在节目中甚至都坐到了嘉宾席的位置 但其实王一博并不介意自己是以什么身份站在节目舞台上 他在这个节目中感受到了很多的温暖 粉丝们也不在意他是什么身份 只要能够在节目中看到王一博 这就足够了 离开天天向上 王一博被误解 从2016年开始 王一博第一次登上天天向上的舞台 这么多以来王一博的加盟为节目贡献了很多收视率 很多粉丝朋友都是因为王一博爱上了节目 也在努力的为节目做推广 这么多年以来 节目中其他几位前辈对王一博也非常照顾 所以一直以来王一博也很享受在节目 能够在节目中自由 放松 但其实王一博参加天天向上节目 最初是主持人的身份 因为一些客观存在的问题 很多现实无法改变 所以黑粉一直都在见缝插针 这么多年因为主持人症的问题 王一博受到了很多的质疑 甚至有黑粉直接向电视台举报了王一博 但是王一博在节目中表现出的专业和修养 绝对是有目共睹的 其实王一博的影响力是很强的 尤其是最近几年 王一博也是节目热度最大的贡献者 但是在节目中 王一博一直都非常谨慎 从来都不会主动彰显自己 会把更多表现的机会留给嘉宾 这一次王一博离开天天向上 节目方增公开的表示过 好聚好散 但是王一博方一直没有正式回应过 因为这个问题很多黑粉又开始攻击王一博 大家会误解王一博没有和节目正式告别 但其实王一博本身就是一个低调的艺人 他不喜欢张扬 即使是告别也是静悄悄的 只有真正理解他的朋友才知道 王一博其实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 包括这一次的告别也是很用心的 王一博的仪式感有多强 其实他已经告别过了 如果不是真的发现了 估计粉丝们也想不到 一个男艺人竟然能够如此细致 其实早在最后一个月的节目里 节目组主持阵容将会调整的事情就传开了 而王一博的仪式感究竟有多强呢 王一博在节目中会偶尔跳开场舞 到其实之前很长一段时间 王一博都已经没有跳过开场舞了 但是在最后的三期节目中 王一博连续为大家表演了三次的开场舞 而且在每一次节目结语都是 下周十点见 而王一博都没有说 甚至在最后一次节目中 王一博最后都没有拿起话筒 他不善表达 但依旧是一个心思非常细腻 非常温暖的人 他真的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 而且不会在意别人的看法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谢谢大家 再见